卡里瘦的顏色 卡里瘦的顏色 我真的很愛吃泡芙 所以一定是買泡芙啦 這邊比較像是一個能量景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Nick 我是專業學生 我現在在 熊本 沒錯今天是我們熊本Vlog的下集 那我們現在在的位置是 阿蘇火山 這次的景點是在阿蘇寺 然後我還會去一個 我一直很想去的黑川溫泉 它是熊本縣漂泉第一名的溫泉 然後現在有個期間限定的晚上點 人非常漂亮 然後還有害羞小弟 精心幫我們安排的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叫做高千歲 那希望我們專業先生在我們天氣 還是可以跟今天一樣都保持很好 我今天在你看多好 對今天真的蠻好的 那我們就看今天的影片吧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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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來到阿蘇寺的第一個景點 大關峰展望台 對 大念十遍 那我們這邊是 就是算是一個必來的景點 然後它可以開車直接停 然後直接走過來 然後可以看到幾乎是360度的景色 滿美的 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就在展望台這邊 它這邊有個地圖 可以看到大關峰的標高 其實不到一千米耶 比我想總來的低 那標有名的就是阿蘇五岳 可以一口氣把這五座山 盡收岩堤 哇 這邊的景色真的超級好的 假如想要看比較不背光的景色的話 是建議早上來 但是要拍照的話 感覺下午來比較好 因為剛好點會面對太陽 簡單開箱我們這次住的日式旅館 我們的房間叫做Momichi是楓葉 感覺滿有質感的 但是我們是訂最最最最便宜的房型 稍微開箱一下 歡迎我們今天的開箱大食 我是抓你先生 我請客 那這邊呢就是 河市 那邊河市呢就是 非常的 有一股那種烘焙茶的味道 欸對有焙茶的味道欸 他有幫我們準備茶點在這邊 然後這種房型呢就是日本非常非常 就是這種 古老的房型 就是很經典的日式畳畳啦 對 然後他服務滿好 他幫我們把這行李就全部都搬上來 因為我們是豬二樓 他這種老旅館就是沒有電梯 然後桌上也附了茶點 看起來很好吃 而且都是 還有寫的是當地的欸 阿蘇跟橘池的茶 然後還有這邊農家自製的餅乾 大家來吃一下 然後大家進來可以在這椅子上先休息一下 然後泡完湯之後 我們吃個飯的那個時間點 他就要把它全部收掉 對他就幫我們 鋪床 鋪床 對然後這邊我們兩個泡溫泉的 然後大家給看一下 對 欸不到魚 啊他東西都在這邊很齊全 然後他這邊的特色就是 他的湯汙真的超級無敵多 他剛剛在櫃檯跟我們講很久 來看一下 哇這邊看到沒 他是早上跟晚上 他會把男女湯調過 零零總總加起來 看起來是有五個湯 然後他有家族風呂 就是那種可以很像 個人司湯可以包場的 然後他不用預約 哇期待 我們如果趕快泡完湯 然後就可以吃晚餐 現在是 差不多五點 然後我們就去 六點是 六點十五對不對 六點十五吃晚餐 吃完再去看 今天很期待的點燈 然後就 我們去 秒換浴衣 就 耶 現在就換好浴衣了 那我自己覺得他們家浴衣 我比較喜歡深色系的啊 所以白色看起來 就有點會變胖的感覺 對啊 然後還好外面有一個披這個 不過披起來就變得 剛剛害羞小店說 就像卡比獸的顏色 那我們現在就去泡湯啦 那泡完湯就可以吃晚餐 乾杯 乾杯 各位菜這是什麼喔 這是蓮藕 跟我們上集片吃的 辛子 是不一樣的 三個是芥末 它是起司版本的 太羞小弟說超好吃的 這影片是我最喜歡的 鮭魚耶 通常好像都會放很多種 這邊這一家怎麼放一種 它不是配芥末 它是配 柚子比較 哇 這家料理都很好吃耶 目前為止都沒有採咧 然後這就是熊本又出現了 就是馬肉 那馬肉感覺跟我們上集吃的比起來 這精緻超多 它就是有肥的部位跟瘦的部位 然後它是建議肥跟瘦的一起吃 才可以感受那個馬肉的甜味 來吃它的草丸子 然後草丸子的賣點就是 它是農家自家飼養的 沒有任何壓力 環境下成長 長大的 揭不出來的蛋 吃起來是比較沒有壓力的 試試看 Google寫的 我們這次是訂最便宜的Course 房間是最便宜的 但是晚餐真的很豐富 光主餐除了馬肉 雞肉 然後我們現在還來了 魚肉 然後它這邊是 日本的西流場會出現的 它叫做山女魚 剛剛庄尼先生有幫我們查一下 它有點類似台灣的 櫻花花 超軟灰 對 就它生態也還蠻接近的 然後它是現烤的 光來吃 吃完晚餐呢 我們的夜間行程 大概是我這次來熊本最期待的 然後它是期間限定的一個活動 叫做 對它就是會在河川上 就是點燈蠻美的 現在光來去看看 在河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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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怎麼變成口藝人啊 那來到河川 當然就是河川泡好泡滿啊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又泡了河川 然後吃完早餐 想說在附近三個步 再繼續去我們下一個行程 那這邊的話就是 溫泉街小小的 然後店家也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古色古香 然後觀光客也沒有到那麼多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地方叫做 黑川地藏尊 對 那它是一個小小的寺廟 然後它要拖鞋進去參觀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它裡面有那種 昭和時代小朋友畫的 塗鴉 都在天花板上 那黑川溫泉其實旅館也蠻多家 而且它這邊有 世界十種 泉子的七種都在這邊 那我們昨天 下榻的旅館呢 它是硫酸鹽的溫泉 那這邊除了就是可以住宿之外 其實也有當日來回的湯可以泡喔 特別 它這有個臉的湯 如何 有個味道欸 有味道嗎 有山木的味道是不是 它感覺是有水在滾 有欸 真一真就臉比較細緻 看我們老師的皮膚現在很好喔 聞到一陣非常像香味 這邊有一家也是害羞小弟找的店 它叫做露 然後它裡面就是賣一些泡芙 還有蛋糕捲油咖啡 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進去看看 然後他們店是沒有內用的 所以就只能外帶 不過它外面就是位置也很少啦 就可能比較偏向邊走邊吃的感覺 然後這泡芙的話是日幣300塊 剛剛看到它是現烤現做的 來吃吃看 好脆喔 很好吃喔 超好吃的 他們店主打的是泡芙跟布丁 但我真的很愛吃泡芙 所以一定是買泡芙啦 那離開黑川溫泉後呢 我們現在要準備去阿蘇神社 也算是這邊必來的景點 然後沿途上呢 我們發現了一個阿納巴 也就是雪場 就是比較少人知道 人真的比較少 而且很好拍照的地方 叫做純山掌望台 其實我們昨天去的大關風的話 風真的蠻大的 可能是因為天氣比較 剛好它這個懸崖 整個風吹上來 那這邊風就比較小一點 而且可以看得更清楚喔 這邊剛好有一家農產品店 可以看到這個草莓 超大顆的 兇門的草莓 也非常有名 而且很可愛 還有苦猫猫在上面 我們打算埋一盒的 晚上在飯店裡吃 抓你說是比臉大的草莓 那這邊跟我們昨天去的大關風一樣 就是有個掌望平台 可以看到嗎 就是我都沒有其他人在耶 感覺可以在那邊盡情人拍 昨天那邊真的很多人 而且那邊就是會有 觀光客就是會有遊覽車阿 或者是團客比較多一點 哇 景色超級好的 我們現在就來到今天第二個景點叫做阿蘇神社了 所以我們已經開車就是下山來到阿蘇的市區裡面 那這個神社呢是北厚地區 也就是熊本這邊的最大的神社之一 它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 就是蠻悠久 這邊的住院帳超漂亮的 對阿蘇神社已經買了一本 給大家看一下樣本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超美的 這是阿蘇神社自己的 籤 抽一個吧 應該先丟在哪比較好吧 結果只有拿到墨吉 感覺應該是這裡最不好的 對 墨吉耶 把它綁上去 裡面都寫叫我不要換工作 還是我身體不好注意 我又說不要抽嗎 蛤 你說什麼 不要抽 對啊 我根本想不要抽 然後脫骨就抽 害羞小弟就說要抽 我就跟著抽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 エムスビノマツ 就是結緣的松樹 然後男生是要繞左邊兩圈 就跟他繞繞看吧 然後這邊味噌湯很特別 它就是有放山藥 所以會有點醜醜的 然後喝起來就有點脆脆的 然後味道跟一般味噌湯 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感覺比較偏甜一點點 然後這家餐廳 大概是我們這幾天 唯一有排隊到的 感覺排很久就想點很多 所以就一口氣點了 就是有一般的牛排的 也有lost beef的 或者是阿蘇牛Q彈 赤牛Q彈 都是阿蘇餐的 很健康 還有青菜 我跟他叫小店 只有一片 這是紫蘇嗎 沒有 我們只有一片紫蘇 但它這個大蒜炒飯是現炒的 真的吃起來很爽耶 真的很爽 我們就開了大概30分鐘 來到熊北 也是非常有名的拍照景點 聽說這個神社超級美 來老師我們這邊是 上色見熊野做神社 對聽說它這個餐到 就是總共有100座燈籠 然後很有氣氛 很像在森林裡面散步的感覺 然後這邊比較像是一個能量景點 就很像在做森林域的感覺 可以看到我們老師 壓力很大 現在呢它的身心也獲得了解放 然後這邊的10階總共有100階 然後它上面聽說是沒有賣獄手 沒有賣獄豬椅 要買的話要在山腳下的郵局 那邊可以先買 但今天我們來是週末 所以我們也沒有看到 沒開 沒開 然後不開車的話 我剛剛看有巴士啦 所以感覺觀光客也算是小多 在更往裡面走大概5到10分鐘吧 就是現在眼前之類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窗戶岩 它就很像一個窗戶的感覺 然後是岩石一個洞的樣子 不過我們三個都太累了 所以就放棄 這次的行程都是害羞小的地方我們安排的 所以我們有很認真看 然後來到下一個地方才發現了 我們這次就是非常貪心 就是從熊本跨到了宮崎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地方叫做高千順 那這邊有非常有名的神社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划算很漂亮 光是看照片就覺得非常想去 然後我們因為晚上有預約一個就是神月 它是需要先向網路上預約 所以我們時間是7點開始 所以我們想說先吃個晚餐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找一家餐廳 它叫做高千歲的牛 對那這個就是真正的和牛 我們後來發現中午吃的那個 阿卡牛西的話 它就是國產牛而已 所以這等級又再更高一點 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就是宮崎的牛也滿有名的 但它這邊都不寫宮崎的都寫高千歲牛 感覺是這邊限帝直銷的 就是大家看這個油花真的滿有的 先吃一個人味 只能說牛肉還是比馬肉好吃多了 然後配菜的話呢就有沙拉 然後還有一個滿特別的 因為其實在日本很好吃到筍子 它這裡居然有給筍子 它給的三種醬 第一個是醬油的壽司 然後一個是柚子胡椒 還有一個是山葵的醬油 因為它桌上沒有放鹽巴 所以我跟莊尼先生覺得 好像還是吃原味比較好吃 所以我跟他耀眼 然後假如覺得吃不飽的話呢 它的白飯是可以Shit囉 這碗晚餐呢 我們就來到今天晚上下榻的飯店 不過高千歲這邊的住宿選擇比較少一點 所以稍微比較貴一點 那我們這次入住的是這家 Solesto Hotel 那感覺滿新的 我本來不太期待這邊的飯店 但是它真的還滿漂亮的 而且它是完完全全的乾濕分離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我最愛的 綿織馬桶偷偷在這裡 然後也有很大的浴缸 不過比較可惜就是沒有大浴場 然後我們剛剛有去藥妝店先買好 所以可以在這個很寬敞的浴缸泡起來 那另外一邊的話就是有衣櫃 然後它是開放式的 這邊有mini bar 然後下面是有電熱水瓶 然後也有冰箱應該是在這裡 沒錯冰箱在這邊 然後洗手台在這邊 比較可惜沒有附瓶水 不過它號稱這個水是可以直接飲用 然後這邊想說沒有水 就自己買了一大瓶 那我們來看看房間 那我們想說要省一點錢 所以我們這次拆兩間房間 因為很多飯店其實三人房它就是 不是兩張家床 就是直接給你四人房 那這家飯店的四人房真的蠻貴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分開住比較好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老師 真的非常認真在進行它的日文作業 那要是有要學日文可以找它 因為它這個N1到N5 全部都開課啦 恭喜 謝謝大家 有優惠嗎 找尼克拿 有優惠嗎 要記得補給我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房間整個樣子啦 是小小的啊 我是覺得小而美 那房間就差不多這樣子 電視倒是蠻大的 那我們待會呢 就要去高千歲的神社 因為我們有預約一個我很期待的表演 它就是神樂 那就廢話不多說出發 好嗎 吃完早餐呢 我們來到我們最後一天的第一個景點 這邊是 我非常期待的 高千歲 峽 對那這邊是個峽谷 那它這邊其實可以先在網路上預約 假如你現在要划船 當然也可以現場排 那現場就可能要等 或者是不一定還有船位 那假如你真的很不想划船的話 其實它這邊可以有步道可以走一圈 然後這邊有很漂亮的瀑布 還有峽谷的景觀 就一起來看看吧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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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宮崎縣的最北邊 然後在我們後面呢 其實就有非常漂亮的景色 讓我們中央旗先生體弱多病 沒辦法划船 所以只好我來划了 哈哈哈 我跟你划得很好耶 它教學超free的耶 它就說把它當成在騎腳踏車一樣握好 然後呢 往後推 滑 往後插 滑 然後船夫就很可憐 什麼景色都看不到 沒關係 我等一下照片給你看就知道了 而且你這個照相角度最好耶 YOUBI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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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超級幸運的耶 因為天氣真的非常好 我們看了預報呢 到下午5點才開始下雨 那時候我們已經回到機場 所以就沒有關係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 假如不划船的話 可以在這邊稍微散步走走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池子 然後裡面有魚 然後更往那邊走就是有橋 可以拍到整個高千歲峽的景色 那今天是禮拜一 所以我們其實原本想要吃的店呢 有一些不是要預約 不可能就是客買 不可能就是沒開 但是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少人知道的地方 這裡是 白水箱Art Place 然後它是在南阿蘇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老闆還蠻有個性的也蠻好的 感覺起來應該是蠻喜歡台灣的 因為它居然有賣滷肉飯 但是我們都點了我的是照燒機 抓你的叫 KIMAKALE 中文不曉得是什麼 比較像乾咖哩的感覺 然後它整個建築物蠻漂亮的 然後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免費參觀的 盤子也超級可愛 開動 開動 在家店應該蠻喝台灣人的味道 這邊算多 然後我覺得雞也蠻軟的 哇老闆人超好的 給我們的台灣古早味蛋糕 自己做的喔老闆娘 就有一陣子就是台灣古早味蛋糕在日本很紅 所以日本很多店都會開始賣 他們叫做台灣Castella 那Castella其實原本是那個長期蛋糕 然後因為都是同系列 所以就知道做台灣Castella 然後有給我們我最愛的貝塔 老闆娘說是現烤的 然後她剛剛知道我們是台灣來的時候有點尷尬一下 老師我們下一個景點是 草千里掌望台 對那距離我們剛剛的美術館之外 午餐開過來大概20分鐘左右 那這邊最有名的就是它著光台就是可以看到我們一直很想看的 米種 然後它是火山噴發出來的一個小小的小山丘的感覺 好像已經有3000多年的歷史 那這邊還有一家我自己很想餓的咖啡店 這家叫做 我真的覺得這家應該算是草千里這邊的藍瓶咖啡吧 就裡面非常的高級 它用的是阿蘇的牛奶 所以很好喝 非常順口 然後它有賣咖啡豆 又賣綠瓜咖啡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往長望台的路上 全部都樓梯 很穿 我們現在就上來長望台了 然後假如你有預算的話呢 也可以搭直升機遊覽這邊 日來阿蘇就是觀光客壁來的景點 非常多遊覽車 然後我建議是夏天來比較漂亮 因為這邊就是整片都是綠色 現在這個季節來就剛好都是燒過草 它為了讓草長得更漂亮 所以就長的顏色比較沒那麼好看 然後更遠的地方就是火山口 那火山口它每天看它噴出了量 假如量沒有很多的話 其實可以開車過去看看 給大家看看夏天來超美的 莊尼在那邊炫耀說它以前跟團來過 就是整片非常美 還可以看到山跟這個湖的倒影 個人實在覺得米種太可愛了 然後剛好去機場路上發現 可以超近的看到米種 那比較可惜就是要夏天來 才會看到整個綠綠的 那這種時間來就是比較土黃灰一點點 但是我們三個也是非常瘋狂 在前面拍照拍了快20分鐘 那這次很開心就是睽違兩年了 跟抓尼先生還有害羞小弟呢 在熊本我們三個人終於合體了 抓尼先生覺得這次玩得開心嗎 蠻開心的 而且這個阿蘇也來過 但是不一樣感覺這次也是被火燒過的感覺 之前是綠綠的感覺 你在炫耀嗎 下次綠的時候我再過來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在這邊做結尾啦 那老樣子喜歡影片的話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開下去 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那我是Nik 我是阿蘇先生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 掰掰